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赶快给他念经吧好了 有什么用啊 念经啊 给他念四十九章 四十九章 一波一波这么念 一直念到他毛病好起来 他现在就是灵性呀 这个年轻人 白白的脸 高高的鼻子 眼睛不是很大 就是这样 听得懂吗 一波波的念 那平常功课怎么给他做呢 给他念心经呀 让他开智慧呀 心经开智慧 念多少遍 心经念二十九遍 大悲咒念二十一遍 离佛每天最好念三遍到五遍 我现在是给他念三遍 可以 也可以 好吧 要有信心以后会好起来的 好 感恩师父 因为 师父惭愧啊 我都是修的不好 肯定的 肯定修的不好 是 感恩师父 太慈悲太慈悲了 每次都看 师父 师父太辛苦了 嗯 师父 我想问一下 能不能看一下我的呢 你几几年属什么 我是八五年属牛的 八五年属牛啊 八五年属牛啊 看看啊 嗯 八五年属牛 那 身体肠胃不好 嗯 是 经常受寒 胃痛 明白吗 嗯 还有啊 便秘啊 嗯 嗯 对 对 要当心啊 经常有想不通 嗯 是的 经常想不通 因为有人欠你 明白了吗 哦 有人 是 曾经在感情上伤害过你 你要忘记 你不忘记你就一直会很难过 听得懂吗 嗯 好 这种都是冤解 不能老记在心中的 嗯 哦 好 明白了吗 是 是 是我太小气了 嗯 我忏悔 嗯 好 嗯 过了就过了 世界上很多事情过了就过了 有什么办法了 欠来欠去的 对 是的 真的是 嗯 我要好好修 我要好好修 好好修了 真的很不容易的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 我告诉你 奴隶薄冰啊 一步走错了 可能一辈子就后悔了 嗯 是的 啊 是真的 是的 好 嗯 师父 因为我是那个 呃 我再问一下小孩 他那个 四十九章四十九章 因为他现在不是有点大的吗 嗯 现在就是每 每天都是大声声叫啊 啊 没问题啊 很严重 因为这个灵性在他身上 这个灵性看见什么 在人间没有见过的事情 他就会叫 因为他是鬼道里上来的 听得懂了吗 哦 鬼道上来 所以鬼到人间来 他看见很多东西他都会尖叫的 害怕 明白 鬼怕人的你不知道啊 嗯 对 他是很害怕 嗯 他他 见到人呢或者一些新的事物 他都怕得 怕得不得了 啊 就是这样 啊 然后他现在还不会讲话呀 像他这种情况的话 嗯 业障重哦 业障很重 像这种孩子至少四千章以上才会好 你想想 因为当时我是 当时开始念经的时候 他的目的药经者就给我那个 脱目药七百八十章 啊 这是第一波 七百八十章 哦 这是一波 啊 七百八十章 帮你好一点 七百八十章帮你好一点 你有得搞了 嗯 就是反正你念的好为止 对啊 不好你停下来了 不用啊 你念了半天不好你停下来了 哈哈哈 嗯 不是不是 我也不是 好了 好好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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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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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师傅 喂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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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打通快点 啊 哈喽师傅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你好啊 你好啊 你好师傅 啊 嗯 今天弟子有一个 有几个问题 请师傅看一下1988年龙的 你的 啊 龙的女的 啊 耶 我看看啊 嗯 啊 请师傅看一下身体 嗯 有没有灵性 等等啊 啊哈 身体啊 有没有灵性 嗯 嗯 嗯 八八几年的龙啊 1988年龙的 嗯 嗯 女的啊 耶 对 88年龙 腰不好 啊哈 还有啊 那个 腿会抽筋啊 OK 还有啊 这个 嗯 要当心啊 要当心啊 要当心颈椎也不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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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年的龙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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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之前说过 要動手 做手術 嗯 嗯 嗯 請問師父 需不需要做手術 等等啊 啊 八八年啊哈 他信佛了吗? 有,信佛 是我自己本身 你好好修啊,是灵性啊,听得懂吗? 现在师傅看到你这个灵性在你的妇科里啊 他跑来跑去的,经常不好啊 就是跑来跑去,你听得懂吗?这个灵性 ok,要几张小房子? 几张小房子 你可以暂时不动手术的,晚一点 一百,先念一百六十五张 一百六十五张,ok 之前师傅说过有一个大灵性要念三百二十张小房子 我已经念完了 还有啊,还有一个小灵性啊 ok 没走 好吗? 感恩师傅 感恩师傅 请问师傅,请师傅翻看一下1963年你的肚子 肚子啊? 听得懂,听得懂吗? ok,ok 明白吗? 明白,请看一下胃,胃部 就是啊,就是脾胀啊 脾胃啊,他是脾胀不好 你叫他吃点健脾丸 健脾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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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师傅 嗯,他需要念小房子 嗯,他需要念小房子 多少张小房子 嗯,好 好,师傅,我忘记问,我本次要放生多少,多少条鱼 方针一百八十条鱼 一百八十条鱼 一百八十条鱼 嗯,好的师傅 嗯,师傅,请师傅看一下家的佛台 还可以啊,蛮好 蛮好 蛮好 ok 好吗? ok,感恩师傅,我会好好修的 好的,好的 好,再见啊 师傅,再见 拜拜 再见,拜拜 喂,你好 喂,你好 喂 喂,你好 喂,喂,你好 哎,师傅,你好 哎,师傅,你好 你好 感恩康师傅,不知道感恩师傅 嗯,你好 嗯,你好 师傅 请讲 喂 哎,讲吧 听得到讲吧 我,就是我头四号 那个3月24号给你看的那个手机 那些信号不好挂的了,没看好的那个 那个 63年的属兔的给你看一下,师傅 63年属兔的 嗯 嗯,对对对 看看啊,63年属兔的 63年属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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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 63年属兔的 63年属兔的 嗯,好啊,63年属兔的 嗯,好啊,63年属兔的 要当心啊 啊,哎呀,颈椎这里不好 颈椎啊 颈椎不好 颈椎不好 肩膀酸痛 颈膀痠痛 颈膀痠痛 颈膀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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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嗯,是的 啊,你想问他什么 讲吧 我想看身体啊 看身体 是,是难的是吧 难的,难的 就是我自己 啊,你自己 你自己 我看下去啊 啊,肠胃也不好 嗯 你的肝啊 肝也不好 肝虚啊 嗯 一生都是病 啊,一生都是病 浑身痠痛啊 听不懂啊 是的,是的 嗯 浑身痠痛 筋骨痠痛 骨头也痠痛 腰也痠痛 嗯 嗯 嗯 你这个 你这个人心脏 也不是太好 喂 心脏 心脏知道吗 心脏啊 嗯 胸,胸闷啊 有时候心慌啊 听不懂啊 嗯 是的 所以你这个人心 对什么事情 心都会慌慌的 做什么事情 是这样子的 嗯 你要多念大悲咒 心脏才会好 大悲咒我现在每天四十九遍 嗯 你要喝水 血凝度太高 嗯 你别看你讲话文字冰冰的 你这个人急得不得了 脾气很急的 脾气不好 脾气急啊 脾气急啊 非常急啊 着急啊 是的 是的 哎 知道了就好了 好吗 给我看一下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师父啊 给你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 身上有没有灵性 啊 有灵性啊 有啊 啊 你妈妈 调过孩子啊 你好像有一个 有一个兄弟在你身上啊 嗯 是 是我母亲是吧 对啊 你母亲 调 调过一个 孩子 这个 这个兄弟现在在你身上 不是你母亲 是这个男的 是 是男的是女的 是一个男的 瘦瘦的 瘦瘦的 是吧 瘦瘦的 这要 要多少张甲丸子 是我 给他念五十三章吧 五十三章是吧 好吗 嗯 我现在已经念了几百章了 这个甲丸子 是啊 你要不念几百章 你都忧郁症 你知道吗 我我 我这个明天还要做手术 这个 脚痛啊 对啊 他就是就是这个这个兄弟在你身上呀 他老要你背着 所以你走路越走越重 这个脚现在有点拐 对啊 他老压着你呀 你知道吗 嗯 嗯 再念五十三章是吧 对 五十三章 看一看 我看看你手术会不会成功啊 我帮你看看啊 哎 你看一下师傅 哎 谢谢 百分之七十五成功啊 好了 好 谢谢师傅啊 哎 但是刚刚动完手术之后 你有一段时间呢 这个关节会比较痛的 你要真正恢复的话 大概是一个半月 嗯 现在现在这两个手很痛的时候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手痛的也是关节呀 也是关节 这个 嗯 我跟你说你身上有灵性的话 你的关节首先都会痛 所以过去人家 古时候说 一个人家里关节痛了 抽筋了 一般的说都是灵性上升啊 叫灵性附体啊 听得懂吗 嗯 听懂听懂 好了 好了 嗯 说完一个66年那个 书马的给你看一下书 不能看很多 只能看一个问题啊 好的 想看什么66年书吗 男的女的啊 呃 女的看身体 哎呦也虚得不得了 身体也很虚哦 尤其是 尤其是那个肺啊 胸部啊 这个地方啊 都很虚啊 是啊 也一生都是病啊 对啊 咳嗽 嗯 肺也不好 咳嗽 腰也不好 关节也不好 哎呦 加持了他已经 对啊 已经菩萨加持了 而且他的胆也不好 你知道吗 胆啊 嗯嗯 好了 是的 嗯 是的 好了好了 教导好好念 每天念大悲咒 要念 最好能念四十九遍 心经念二十一遍 师傅麻烦问一下 我我这个功课的话 我呃 大悲咒四十九 心经二十一 其他呃 消灾四十九遍 四十九遍 四十九遍 四十九遍也可以 消灾四十九遍也可以的 最主要 往生咒要多念一点 因为你们有沙叶 因为你们有沙叶过去也有吃海鲜 嗯 晚餐在我都是四十九遍 嗯 可以多一点 嗯 明白了吗 好的好的 好的 好了好了不能再问了 好 谢谢师傅啊 好再见再见 嗯 再见 谢谢 喂 你好 喂 你好 喂 你好 啊 你好 台长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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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甚至不平安 啊 讲吧 啊 请 请看您这个十六年的老鼠 他念经哦 念不动 他很少念经 他身上主案很大平衡 五六年属什么的 九六年的老鼠 九六年啊 九六年的老鼠 男的女的 不是 男的男的 啊 哎哟 哎哟 很不听话 脑子也不好 哎哟 啊 对 哎哟 身上有灵性啊 对对 这孩子有自闭症你知道吗 啊 啊 啊 是 是 是 我告诉你啊 赶快叫他念小房子啊 不念小房子 那个灵性走不掉 啊 对 我跟我先生都跟他念了 差不多两天了 两天是吧 我看看 啊 你身上还有灵性 哎哟 我本身呢 哎对啊 你这个人也不好啊 哎哟 哦 所以你念出来的小房子折扣打得很多 你过去你这个人造口验脾气坏 嫉妒别人 你全部要改 哦 啊 对我要改 啊 听得懂吗 嗯 气量嘛 小的不得了 儿子 开始的时候嘛 你一直逼迫他 希望他怎么样怎么样 好嘞 压力太大 灵性上升 对对对 而且还身上还有小孩 那就是你打胎的孩子啊 哦 哦 哦 我的小孩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哈 我还要念 72张啊 哦 我还要72张了 你现在知道吗 你话都讲不清楚 就是这个小孩子啊 哦 可以 自己好好念啊 我可以好好念 我一定好好念 你可以 还要 你跟我儿子讲一下话吧 鼓励一下 反正是说 嗨 嗨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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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好好自己念经啊 哦 我问你 你肚子饿了 你妈妈替你吃饭 你会饱吗 不会 啊 那么 你现在 有身体不好啊 想不通啊 脑子里有时候很乱啊 靠妈妈行吗 还是靠你自己啊 对吧 靠自己 对啦 靠自己之后呢 自己有能力了 啊 再靠菩萨 那么菩萨就帮到你了 啊 对不对啊 嗯 你你盯着菩萨看 菩萨会给你很多想法的 菩萨会告诉你叫你好好修的 明白了吗 明白了 但是你不能老盯着菩萨看的 啊 一个礼拜看两次啊 菩萨就会给你很多加持啊 你好好念经 好不好啊 好 你吃全树了吗 还没吃全树吧 吃全树了 啊 太好了 你经常跟菩萨说 菩萨妈妈你救救我 我吃全树了 我好好念经还掉自己的业债 我希望自己越来越好 请关心菩萨妈妈大慈大悲救我 经常要讲明白吗 明白了 你想想看你经常讲不是菩萨就保佑你了 你经常跟人家讲你们帮帮我 人家就帮帮你了呀 你不讲人家怎么帮你呀 对不对啊 对啊 好 好 那就好好念经啊 听台长爷爷话 谢谢 再见 再见 所以大家想一想了 做人真的很难呢 有时候真的我们 哎 怎么讲 希望众生都能够慈悲 喂 喂 你好 喂 师父好 你好 哎 师父好 弟子给师父请安 师父您辛苦了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是吧 谢谢 嗯 嗯 师父 请讲 嗯 好 师父您看一下那个七 七二年叔叔男的 啊 啊 七二年叔叔的 他因为经 啊 师父您说啊 七二年叔老鼠的 我看看啊 啊 啊 对男的 七二年叔老鼠 哎 怎么样 脑子问题啊 啊 啊 师父因为他因为经济官司 现在在拘留了 师父您看一看他 需要放上多少 小房子多少 师父 看看啊 嗯 感恩师父 啊 他接冤 跟一个人接冤了 啊 是啊 师父您说的对是吧 啊 好 这个人有点陷害他的意思 啊 嗯 对啊 嗯 嗯 赶快念姐姐咒啊 念姐姐咒啊 念姐姐咒 家里人也要帮他念 嗯 啊他母亲一直在帮他念 师父 嗯 嗯 一天至少念一百零八遍 嗯 嗯 一百零八遍 啊师父您看一看他什么时候能出来呢 他可能要写一个写一个保证书吧 嗯 嗯 写一个保证书啊 嗯 师父那您看看他小房子还需要多少 啊 进去几天了呢 大约得有三四天了 啊 我看一下 嗯 快了 没几天 嗯 啊 好 感谢师父 嗯 师父那您看看他放生多少小房子多少 放生一千两百条 啊 啊 小房子呢 六十九张 嗯 六十九张 好 师父您再看一下他有没有被人下杠头啊 师父 感谢师父 他们脾气也比较急 对 师父您说的对 师父 跟人家结冤了呀 杠头现在倒是没有 没有 杠头没下 没有 主要是结冤了啊 有业障 主要是结 结冤了 有结 好 感谢师父下一个 嗯 师父您看一下七零年 属狗女的 因为他乳腺癌 前几次他按照师父的开示 呃小房子家放生已经好了 现在他又是现在是化疗了 师父您看一下他在哪方面是 呃呃就是 是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师父您看一下 刚才师父 几几年属什么的 七零年属狗女的 看看啊 对 因为他以前属于县啊已经好了 现在又犯了 不知道哪地方做的不如理不如法 啊 啊 还是邪念 哎 哎呀 还是邪念 哎 犯邪淫 那他要 犯邪淫 他没告诉你 犯邪淫 邪淫有两种 一种的身体 一种的脑子 犯邪淫 嗯 所以马上马上就化疗 很厉害 嗯 啊 对 师父他现在化疗了非常痛苦 嗯 非常痛苦 邪念一念 马上就非常痛苦 这不懂啊 啊 对的 开什么玩笑 对 所以你不能克克制一时 你就痛苦一试 就这么简单 对对对 那师父那你看 师父他还得需要念礼佛呀 当然了 不念礼佛 消得掉的 啊 我跟你说了 他礼佛得念 人就毛病就是好了 伤疤忘了痛 不懂啊 是 对的对的 这是人最大的劣根性 好了伤疤就忘了痛 对啊 是吧那你看 他礼佛要多 念多少遍呢 八十六遍 啊小房子还要多少是吧 小房子六十九章 放生 放生那是吧 方针先放两百五十条吧 那师父他还需要化疗吗 现在 要 没办法 他这个 这个苦头不给他吃 他不会改的 他自己造业 你问他有没有看过那些不好的东西 他就知道了 对了对了对了 哎 你脑子看着 师父 嗯 师父最后一个 您帮看一下梁花吧 女的 一八零七五 是吧 感恩师父 一八零七五 嗯对 女的 对 一八零七五 还在 还在 嗯好感恩师父 嗯 通修的业自己的 他们自己的业自己呗 不让师父来呗 感恩师父感恩关系音谱的 师父再见 再见再见 哎 喂你好 喂 喂 你好 快点呐 快点呐 喂 请讲 喂师父 啊 你好 哎呦 哎呦 师父终于大同了 啊你也大同了 喂师父 哎呦 你看着那个 嗯 嗯 哎七一年的数珠呢 七一年数珠啊 七一年数珠啊 七一年数珠的 男的女的 男的 想看什么 讲给我听 想看她事业 事业不好 然后 我告诉你不会做人 不大爱讲话 嗯 对 啊 有点 有点自闭你知道吗 哦 嗯 听得懂吗 嗯嗯 又好高骛远 嗯 嗯 不大爱讲话 不大愿意跟人家接触 嗯 嗯 明白了吗 嗯 你要 你要 你要叫她每天念准提神咒 嗯 一个边念经 嗯 一个边念 念经 你要念准提神咒 啊 一百令八扁 每一天一百令八扁 哦 行 好吧 嗯 还要叫她念心经 开智慧 嗯 嗯 开智慧 嗯 还要叫她不要吃活的东西 嗯 她已经冷了啥了 她已经吃素 啊 已经吃素了 嗯 嗯 好像吃得不干净了 嗯 不干净是吧 你叫她 叫她往生咒还要念 往生咒每天念四十九遍 她现在供托这样做的 心经是二十一遍 嗯 那个 打背着二十一遍 心经就数着九 嗯 其他都是数着九 一副是三遍 对啊 嗯 嗯 我想是 她最近是 世界上存在的问题 就是 嗯 因为 她是 这个买 买房子的嘛 前年那个 她对总结公司 买房子的 对啊 即便晚上的问题 她之前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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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有压力 所以才会这样 明白吗 就是 这样 会出现 人生危险吗 对啊 她经常 卖房子的话 有些房子里有灵性 你不知道 对啊 是 房子 空房子里面都有灵性 不知道啊 你跑过去 你跑过去 介绍人家 你赚她的那个 这种 利息啊 赚她的这种利润啊 她当然灵性会找你麻烦的 嗯 今天她在产灵 也在产灵 给她多产灵 你明天给她念 三遍 离佛大产灵 不然不就产灵了吗 对啊 我 主要这文字啊 现在有几百万人事儿 好多靠我主要她要债 嗯 整个问题给她这些人 能找出 不会找到危险吧 嗯 对啊 会的呀 要债 要债 要到回来 要不出来 人家就疯掉了 给你搞了 所以我就跟你说 做什么事情都要实实在在 你跟一个老板都是这样 这个老板是坏人 那你下面的员工就吃苦头了 不是 这个劲儿 她手业了 五百多万 被人家骗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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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谁啊 现在明白了吗 似乎你感觉能回头上有结果 赶快叫她念 消灾吉阳神咒 好了 多少遍 每天念一百零八遍 求菩萨保佑 否则会有事情的 她要熬 她要熬过 她要熬过五月 五月份 就会好起来 好起来 是吧 嗯 嗯 那个 放着就需要房子 多少条鱼 2000条 2000条 她现在又放六条鱼了 嗯 赶快放 好吧 菩萨保佑她吧 好了好了 没时间了 她只要用六条鱼我学过去看看 有啊 没灵性怎么叫她念经啊 小房子 小房子叫她六十三章 六十三章是吧 嗯 好了好了 老妈妈再见啊 不要着急 菩萨会保佑的 再见 你业障比例多少时候啊 业障比例多少 业障比例要有四 四点零哦 嗯 蛮大的 你叫她赶紧啊 每天多磕头啊 磕头也能消业障的 啊 行师父 好吗 好 再见再见 嗯 好 听众朋友们时间关系呢 节目就到这 结束了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